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6月17日星期三 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最近中印的边境冲突不断 上个月双方士兵还只是拳脚相向 用石头来打架,被抓被俘 但是昨天这个事情已经大幅度的升级了 可以说落得非常之大 因为涉及到双方大量的人员死亡 可以说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 首次大规模的边境人员发生死亡 这样一个冲突 可以说也是一个战争的前奏 而目前俄罗斯已经开始在中印选边战了 印度俄罗斯是否会再次联手和中国打一场保卫战 向美国交一个投名状 就像41年前邓小平打越南的时候 像美国交投名状一样 可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根据中印双方的媒体以及多家权威国际的媒体报道 发生在6月15日晚上 中印双方军队在拉达克地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根据外媒和印度的军方16日证实 印度军队是一名高级军官和两名士兵在冲突中阵亡了 那么这个军官是一名上校的营长 级别还是不低的 解放军是死了5个人 伤了11个 双方没有用枪炮等武器来作战 而是用铁棍和石头来相互攻击 那么这是昨天的数据 就是说中国是死了5个 印度是死了3个 而现在最新的数据就出来了 印度的官方 他们已经承认 印军至少是已经死了20人 而中国方面呢 已经死了43人 双方总死亡人数达到了60多人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场标准的战役 这样一个死亡人数 这是继于5月初 双方在班公湖附近的冲突之后的再次升级 在5月的5日到6日 高山地区的班公湖附近就出现了双方边境军人的一个冲突 当时很多视频流出来了 有一个中国军人就被印度军人打得 头破血流求饶 这样一个视频 在海外的媒体上广为流传 我想中国的士兵看到这样的视频 肯定是群情激愤 都想报仇 然后双方向对峙的边境地区 就调派了大量的支援部队 虽然之前开展了一系列的谈判 双方也都是在竭力克制 避免发生激烈的冲突 但是最终还是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 发生了这起比较多人员死亡的激烈的冲突 那么这次事件表明 当地的指挥官可以说已经是压不住前线的部队了 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 目前中印双方也都非常强硬 在相互指责 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大笑 在昨天晚上就中印边防人员冲突事件 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说中印的边境冲突 起因是印军违背了承诺 再次越过实际控制线 非法活动 蓄意发起的挑衅的攻击 引起了双方激烈的肢体冲突 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而英国的每日电报说 冲突发生之后 至少是34名印度的士兵失踪了 那么中国的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赵立坚 他就表示 印军周一两度越过边界 并做出挑衅 还攻击中方人员 导致双方边防人员爆发出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中方敦促印度约束边境的士兵 避免做出导致双方边防人员爆发出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中方敦促印方约束边境的士兵 避免做出导致边境形势复杂化的单兵行动 这是赵立坚说的 那么中国的战狼媒体的编辑 胡锡进 他今天在环球时报的评论中就说 中国确实不想和印度冲突 但是绝不怕冲突 希望印度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 保持自知之明 那么胡锡进的这段话就被国内的小粉红和五毛们 是一致的叫好 认为印度虽远必诛 我觉得这段话说的确实不错 我希望中国的军队像战狼一样出击 和印度决一死战 然后强国惨败收场 最后政权头绷瓦解 我觉得结果应该是这样 目前印度也是群情激愤 很多民众走上街头去示威 烧毁习近平的画像 表达对中国的抗议和不满 希望开战的声音在印度是非常之高 我估计后面还会更高 有报道是两国的高级别的军官正在会晤 以缓和局势 但是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这次冲突了 双方都有数十人死亡 那么相信双边的部队 可以说都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若中国军队的高层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出命来调停或者谈判 那么爆发战争的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 几乎上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中国的军委主席梁百斤 他一向奉行的是战狼外交 不知道天高地厚 比如说在香港台湾南海以及国际上到处是上风顶火 中国退让的空间不大 那么印度这次也是有备而来 印度这么些年都是积极的扩军备战 都是为了一喜62年的战争失败的耻辱 而且印度现在的经济军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现在中国把这个灾情投到印度去了 可以说也是让印度人印度政府对中国非常痛恨 主动索赔这样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印度他退让的空间也不大 可以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双方已经是没有太多的妥协的余地了 那么开战的概率是越来越高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次冲突的起因 中印的边境这几十年来一直冲突不大 背后主要原因是两国边境性一直都没有划分清楚 加勒万河谷地区本来是属于中印有争议的领土 各自声明自古以来是属于自己所有 根据中国的官方资料 就在解放军1959年进西藏 就是镇压西藏的爆烂的时候 印度突然袭击 占领了加勒万河谷地区 算是对西藏的一个深远 那么印军他是迎着河谷 向中国纵深推进了十多公里 并且在河谷两侧的山坡上 他就修筑了军事的工地 印度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 是因为印度他也得到情报 说蒋介石准备从台湾积极地反攻大陆 中共的军事重心现在都在东南银海 他不可能两线作战 加上当时中印的国力其实相差不大 中国经过三年的大饥荒 可以说是积贫积弱 当时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高了 而且中国和苏联又交恶 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处于敌对的状态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是空前的孤立 类又外患而印度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 大大的高于中国 所以印度他的动作尺度是比较大的 而且西藏和印度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好 那么现在中共派军队到西藏去贫乱 其实是在打印度的脸 所以印度出兵也是情有可原 1962年10月21日 中国对印度就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战的反击 最终是全部禁灭了印军 收服了被印军占领的中国领土 其中也包括加勒万河谷 1962年11月21日 为了缓和和印度的紧张关系 中国的边防部队在中印的边界就宣布全线的停火 并主动后撤和印军脱离了接触 后撤到了1959年11月7日 控制线20公里以内撤回到这样一个地区 那么包括加勒万河口 解放军也退出去了 对于这场撤退 其实历史上的争议还是很大的 中国的民众和很多世界媒体 其实都不知道类情 都不太理解 中国为什么在取得胜利 并且占领了藏蓝等大批争议地区之后 毛泽东还会选择主动的退出呢 一个说法非常形象 就是说两个大块头准备决斗 其中一个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 就发动突然的袭击 将对方撂倒宣布胜利 但是还没等对方回过神奈的时候 这个主动攻击的人 他已经撤回老家了 可是这个意思已经表达的很明显 就是说中国它是通过突然袭击的方式 打了印度一个措手不及 让印度溃不成军 但是毕竟争议地区更靠近印度的核心地区 兵力和后勤投送线都比较近 那么印度也有高地作战的这样一个经验 而中国在西藏的兵力是比较薄弱的 后勤补及的问题更大 周恩来当时都特殊的盯住 要做好后勤补及 军事斗争是外行人看装备加上人数 内行其实看的是后勤 后勤还是后勤 中印战争的一个师的兵力 可以说都是需要五个师来做后勤保障 比如说那次中印战争就是两个多月 但是有数百台车在运输物资的过程中 就掉进了悬崖 主要是从内地迎着川藏线来运输物资补及 车上三分之二拖的全部都是汽油 都是本辆车需要用的汽油 其他的三分之一才是拖的物资 大家想想这个物资补及的难度是非常之大的 一个车跑一趟只拖三分之一车位的物资进来 而且到了占地 它还车还完全开不进去 还有几百公里是不同车的 不同车怎么办呢 你就需要用矛流来拉西藏的嘛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中国军队 它藏栏是守不住的 就算它拉下来了 而且战争发动的时候 中共是正好利用了秋季两个月的时间窗口 因为秋季只有两个月 这个自然的天气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夏天的时候是暴雨 对不对 很多有洪水 十一月份之后是大雪 大雪封山 你退路都被切断了 你退都退不出去了 所以满打满算 就是九十两个月是可以发动攻击 发动战争的 毛泽东明白 如果陷入藏南这样的一个持久战 那么只要在山南在单隔上十天半月 中共可以说那只酒精沙场的精锐之士 就会全军覆没 因为当时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 都在帮助印度重行武装 如果再给印军多点时间 他们反扑过来 可以说围歼中国的军队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对中共而言 占领藏南之后再退军是不得一而为之的 所以现在中印的争议领土 主要是东部的藏南和达旺 以及西线的阿克赛清 中国拥有西部的阿克赛清 而印度侵占着东部的藏南和达旺 那么这次冲突发生的加勒万河口 就是在中印边境有争议的西线 也就是阿克赛清 那么在1962年中国撤离之后 加勒万河口就被印军重新占领了 印军迎着河谷前进了五公里 与中国的军队就形成了对峙 现在我们看见了相关的地图和谷歌地球 关于加勒万河谷的这个红线的实际控制线 其实是印军单方面提供的对峙线 但并不是两国的边界线 也不是实际的控制线 2020年5月的加勒万河口冲突就开始升温 主要是印度军队在争议的地区 开始修建公路和桥梁 那么这些都是为军事投送做准备的 印度的莫迪政府在2019年 他决定用两年的时间在中印边界修建66条边界的公路 然后方便印军和重型武器装备在中印边界的运输 中国当然是不干了 对不对 你在边界这么大规模修建公路 对我是一种军事威胁 所以中国就派军队去制止 而且这是有争议的地区 所以冲突就这么就爆发了 其实在两国边界或者有争议的地区 修建军事基础设施 确实是非常敏感的 这次是印度这么干 而上一次是中国在这么干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三年前的中印的动囊对峙事件 也就是2017年6月 中国边防部队在动囊地区修建了一条公路 因为这条公路 它直插印度东西两部分的咽喉 就是古里悉尼走廊 虽然中方在自己的领土内施工 但是印度他说以前中印两国有一个外交协定 中方的公路不得靠近古里西里走廊20公里 找了这样一个理由 强行跃进阻止中国来施工 最后中国是做出了让步 让公路来改道 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估计中国那个时候也是受了一肚子的气 所以这次印度在加勒万河口修公路 中方就表现出异常强硬 目前从事件的近战情况来看 双方谈判回旋的余地是越来越小 毕竟印度死了20多个人 中国已死了43个人 虽然中国媒体只报道了印度的死亡人数 但是中国的死亡人数 它也会通过各种的渠道最终被曝光的 所以双边不管是军队还是民众 可以说请战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就印度来说 印度它开战主要有以下的五个理由 我觉得 第一印度它是民主政府 那么这次造成了20多人死亡的悲惨事件 对印度来说可以说是天大的事 独裁政府可以不在乎士兵和民众的死活 但是民主政府不一样 就算是死一个人 政府都会承受压力 都会被问责的 现在印度民众的游行示威的动静 在国内是越来越大 那么多人死亡的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也让印度的议会炒得不可开交 都要求政府对中国更加强硬 而末底政府它不可能把这些议会和民进的声音完全避平掉 它必须要听的 所以印度的政府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承受对中国开战的越来越大的呼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从国家战略上来看了 自从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 印度一直将战败 其实作为国耻 报仇血恨的心力 其实是挥之不去的 他们一直将中国作为印度的头号敌人 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互为死敌 但是名眼人一看就明白 巴基斯坦他如果没有中国撑腰 可以说他根本不是印度的对手 不管是他的人缘还是武器上 所以印度要想完全压制巴基斯坦了 可以说和中国的这一战 它是不可避免的 绕不过去的 这是第二点 从军事上来说 印度它长期也是积极的备战 它的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提升得非常之快 这些年 印度的备战主要放在两条线上 第一条是北线 印度的国防建设重心就一直放在中印边境 这是北线 近年来印度它不但在边境和内陆修建高等级的公路 大大增强了它的战场输送的能力 而且在中印边境的地区修建了大量的机场 部署了大量先进的战斗机和直升机 直接对中方形成局部的空中优势 我这里有一张中印双方在东中西三条线上有争议的边境地方的空军的对比图 确实印度是占有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战机的数量和它的性能都是比中国好很多 当然战争的胜败它不仅是比拼的空军 还有后勤补给 这一块不得不承认中国这些年在修建了清藏空路 特别是在永久动土地带修建了清藏铁路之后 它的物资运输和后勤保障的能力 这块胆板可以说已经是基本上加长了 但是中印如果真要开打 印度在陆地和空军上的优势还是不小的 而且印度可以以意代劳 胜算还是非常之大 另外印度这些年大大的发展海军 在航母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过中国 印度的海军实力排名世界第四 印度洋可以说几乎成为了印度的类虎 加上有美印战略合作伙伴的加持 印度的海军更是如虎添翼 它可以切断从中东到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 那么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生命线 所以很难说印度发展海军不是针对中国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项目 要将瓜达尔港租借给中国作为海军基地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这样中国就可以绕开印度 通过瓜达尔港直接将石油从中东运送到瓜达尔港 然后通过中巴经济阻廊运到新疆进入中国 同时中国在印度洋有瓜达尔港这个潜艇基地 可以说对印度的航母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这可以看出是中国对印度的一个反制措施 所以不管怎么说 印度在北部中印边境和南部的印度洋上的实力 确实还是非常强大 那么这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开战取胜的一个信心 这是第三块就是军事上 第四块 印度的经济也是持续发展 国力是大大增强 虽然印度高速发展比中国是晚了至少十年 但是印度一直是世界最耀眼的经济明星之一 特别是这三年来中国的经济是明显在衰退 但是印度发展还是非常之快 特别是总理莫迪的新经济政策 他可以说已经打通了国内的行政壁垒 在建设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来更换货币 甚至减税吸引外资等等这些措施上 几乎让印度的经济可以说脱胎换股 你看现在印度的GDP的增速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几年了 印度也在大量的吸收像苹果三星等一些产业链的转移 明显就是在沉洁中国的产业转移 中国是空心化了衰败了 那么印度是下一个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以说此消彼斩加上印度是民主国家 它的政治非常之稳定 印度的经济前进可以说是不可限量的 这也增强了印度人的一个信心经济方面 第五点是目前国际政治环境可以说对印度非常有利 已经彻底改变了 第五是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可以说对印度非常有利 因为贸易战灾情和香港问题 中美已经开始交恶了 甚至要翻脸了 可以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 这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因为灾情的问题和香港的问题 中共几乎成为人类的公敌 过节老鼠和这么多国家都翻脸 或者说关系闹得非常之僵 已经站在了全世界文明国家的一个对立面 印度选择这个时候对中国强硬 可以说它的时机把握的是非常之准的 它的底气也是很足的 那么这除了印度自身的实力之外 国际力量可能再次站在印度一方 现在网上很多文章说俄罗斯已经公开的选边站了 已经支持印度了 并向印度提供了1000辆坦克 而且限制中国的战机获得俄罗斯的发动机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官方的报道 那么相信俄罗斯就算支持印度 它也不会这么早开始选边站的 俄罗斯是非常狡猾的 但是很明显如果一旦中印开战 俄罗斯它肯定不会站在中国这一边 就像58年前的中印战争是一样的 俄罗斯它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印度 虽然中俄关系这些年一直看似油 但是其实都是貌合神力 下面是暗流涌动 中国一直都被俄罗斯认为是东边的最大威胁 那么这种防范和猜忌 胜过超过了对日本的防范 从俄罗斯对中国的军售 特别是航空发动机的出售上 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将中国和印度是区别对待的 而且在输油管道上 也是将中国和日本是区别对待的 所以说它防中国剩余防日本 卧榻之策且容他人憨税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更何况对于一个经济规模 是自己上十倍的对手来说 因为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才相当于广东 对不对 所以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这个整体国力的差距 当然也就越来越大了 那么就算中国你没有这种歪心思 你不打俄罗斯的主意 俄罗斯它也会防范你 正所谓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所以中国可能它没有魁策 俄罗斯的野心 但是俄罗斯它必定一直会将中国 当做它最大的劲敌来防范的 如果中印开战 那么俄罗斯可能就会在武器上 或者资源上给印度很多的支持 俄印联手来打击中共 加上美国在背后肯定是支援印度的 那么打一场对中国农的围牵战 可以说就是势在必行了 算是俄罗斯和印度两国对美国交的一个投名状 就像当年邓向平打越南的时候 对美国交投名状是一样的 美国本来就有意让俄罗斯和印度进入扩大版的 极其国家集团来围堵中共 那么如果印俄两国这次合作 美国围堵中共的地缘政治布局 可以说将完成最后一块的拼图 美国可以消灭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俄罗斯可以打垮南边最大的心服大患 而印度可以血耻62年的战争 算是一个多因 当然说了这么多 好像说到中共真的是直老虎一样不堪一击 中共它确实是直老虎 但是客观的说 如果单纯比拼军印两国的军事硬件条件 中印在边境如果单挑的话 那么印度的胜算它不超过五成 虽然印度在中印边境有陆军和空军的优势 但是中国这些年苦心经营西藏 内地通往西藏的铁路公路 这些基础设施大量修建 可以说是基本上大大缓解了后勤这样一个短板 而且在中印的边境地区 中共大量的机场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部署 以及中国对西藏的部队的投送能力 可以说也占了不少优势 加上目前中国还控制着西线的埃克赛钦 那么这一块也是战略的一个高地 对印度也是成了一个压倒之势 所以这些硬件设施上我说的单单是硬件 两国开战各自的胜算了都不大 因为基本上是旗鼓相当 中国至少也不会像胡锡进说的那样 可以再给印度一点颜色看看 像大人打小孩一样想教训一下印度 我觉得要达到这一步 中国也是做不到的 那么现在中国的关键问题 就是出在它的软件上 我觉得有三个软件是一个大的漏洞 首先是中国部队 它没有作战的经验 越战之后基本上是40年了 中国没有对外开战 而62年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的部队是和国民党打过来的 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久念成刚 和现在的中共军队不可同日而语 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 几乎上没有停止过 印度的军队战争经验是相当丰富的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 以没有作战经验的中国部队 应对印度这样一个酒精沙场的老部队 可以说而且加上印度是畜谋已久 非常精锐之时 那么印度的胜算在软件上要高很多 这是第一点 其次中国部队是腐败成风 这块我就不说了 就算再多的军费 也经不住那些将军军官去贪污的 对不对 就算你再多的战机 再多的导弹 你也经不住拉回扣的 可以说中国的部队的腐败 就是中国部队的一个致命伤 你看起来很强大 硬件很强大 各种武器你都很先进 但是战争胜败的关键 关键还是人 就像当年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是一样的 号称亚洲第一 结果后来连炮弹都是造假的 打日本一打就现行了 那么现在中共部队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部队 它还有什么战斗力呢 可以说非常值得怀疑 而且部队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 不管是他本人还是父母 都没有去赴死的准备 也没有这种意愿 可以说他们的意志力是非常容易动摇的 再次中共已经是内忧外患了 你像内部像经济萧条 失业家具 六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 到了推行地摊经济的地步 这是经济上 社会的撕裂就更不说了 贫富风化 金融难民 大量的部队退伍的军人去上访 对不对 还有下岗失业的人员上访 还有很多的信访维稳 那么整个社会都是一种撕裂的状态 大量的企业倒闭和失业人员 也是增加了累乱的一个风险 而且现在北京的灾情爆发 整个中国的灾情都还处于一种被压制 不透明的状态 随时都可能爆发 再加上因为香港问题 中国和美国翻脸 而台湾的离心力一开始加速 不管是机器国家扩大 还是全世界正在组建的议会联盟 可以说世界对中国强硬的声音 已经是越来越多 制裁唯独中国的利亚 正在集结 这个时候 中共你如果再和印度开战 那无异于就是自寻死路 对不对 一块多米诺骨牌 就可以让整条多米诺骨牌给倒掉 就是一个年代效应 蝴蝶效应的 如果打赢了 中国的国力也会受到削弱 这些矛盾也可能被激化 打输了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不光是总加速师要下台 中共可能都会全部被拖下水 一起倒掉 那么这样的代价 不知道200斤的战狼 他做好了准备没有 所以我是希望 中印能打一场战争的 但是这一次 我看最可能还是 中共开始战狼叫嚣之后 最终服燃 换来几年的勾引残船 但是如果再被印度打死了 43个人还没有动作的话 那么这个所谓的世界第二强国 他的面子也就彻底丢尽了 再也没有在国际上叫板的脸面 当然200斤的脸皮 他比较厚 他也没有脸去丢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